摄住圣经也愿 这摄往圣经 不是住啊 摄往圣经 佛言 若有众生 念阿弥陀佛 愿往生这 彼佛皆亲 二十五菩萨 拥护心这 若行若做 若住若悟 若昼若夜 一切时一切处 不令我鬼我神 得其遍野 摄住往圣经里面 这一段话重要啊 我们现在念佛的同修 被附体的 惹魔似的 常常看到啊 我们看到他痛苦 不知道怎么救他 啊 法华经里面 摄往圣经里面 把方法提出来了 告诉我们 老师 老师念佛 就能帮助他 他自己要能够跟着一起念 效果就更好 自己不能念 魔控制他 自己不能念 那么我们要给这些魔 跟附体的谈条件 要好好地开导他 要好好地开导他 过去身中 你们记得 缘解 有怨恨 啊 冤应该要化解 啊 冤家一解 不一解 为什么 你伤害他 彼此双方都痛苦 这你报复他了 他不甘心啊 他将来的时候 还会报复你 六道轮回 孕孕相报 没完没了 生生世世 两方面都受痛苦 错了 应该化解 过去事情 算了 不要再追究了 啊 回过头来 好好学乎 同生 极乐过 聊生死 出三戒 这多好呢 那这个机缘 就在面前 活比一定要执着 要报复 啊 在一般 真正劝解他 给他开导 绝大多数 都会同意 离开了 啊 只要 摩斯 离开了 人就恢复正常 被摩斯 被摩索 附体 他自己 做不了 主 他自己是 迷迷糊糊 啊 啊 附体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冤情 债主 利用他的身体 造罪业 啊 很可怀 很可怜 啊 所以在这个世界 出师 在人间 不能没有智慧 跟一切众生 绝不结怨 啊 纵然遇到了 别人 我一回报 我不回报他 啊 甚至于陷害 我们接受 不报复 学任入 先人 啊 也许过去 生中我欠他的 啊 那这个账呢 不就了了吗 没有怨恨 我常说 不但没有怨恨 还要感恩 他来考试 看看我能不能及格 考什么呢 考我呢 是不是真看破了 是不是真放下了 真正看破放下 境界先前 不动心 没事 那你就顺利通过了 他纵然 一物意 给我 那就报完了 我再不回报了 没有怨恨恨 没有怨恨 这样就到此地结了 好事情啊 杀人 杀人 欠借 欠债 还钱 一笔勾销了 这些道理 这些道理 这些事实真相 只有大臣经典里面 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为一切众生 像阿弥陀佛一样 四十八月 远远远 远远远 都是 慧于众生 真实之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一样 阿弥陀佛一样 圣经 逆经 善云 无缘 通通不沾染 以大慈悲心 对待一切众生 行菩萨道 三轮提空 清净无缘 我们与自信相应 这是三种不退 最后的一种 念念 去向撒泼入海 我们用个好懂得话说 念念回归自信 在进度里头 自信是长期光 念念回归长期光 这就对了 比蛇暴徒还要高一层 阿弥陀佛